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這個影片要來介紹我們的 三艙的外置屏 如何拆卸 把那個管線做延長 那一般呢 一般我們這種外置屏呢 它的管線 長度 我量給大家看 正常來講大概是在 來到這裡 80公分去到瓶子這邊的話大概是100 它其實不是很長 這邊是100 那不是很長的情況之下呢 如果我們改裝一般的A4的機器 其實這個長度是夠的 A4的機器它再怎麼跑就是 它不會太長 但是如果你就改裝A3的 或是說有些機器比較高的機器呢 管線就有可能長度不夠 那我們要改裝的機器呢 是一款需要長度長一點的機器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這個簡單的 三艙外置品的一個拆解 給大家看 那後面呢這個 這個可以先取下來 它是它的一個掛蓋 取下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這邊上面呢 其實我們這邊兩側呢都可以往外翻 那它這邊當然會有卡榫 它裡面會有卡榫位 往外翻 翻翻開 翻的時候當然要注意 要不然的話可能會造成那個 有那種斷掉的情況 很像我剛剛沒有翻好 其實我就 弄斷掉了 這邊 這一個是插在這裡的 那我弄斷掉的是哪個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 不是很重要 我剛剛弄斷掉 我剛剛弄斷掉的是 這邊 這邊有一個卡扣的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 做個比賽就知道 那這個只是個外殼 外殼其實不是 不是那麼的重要 比較重要的是哪個部分呢 比較重要的是 內膽的部分 你可以從底下先打開 這是一個內膽的部分 內膽的部分呢 一樣喔 它這邊它的卡扣是 它是長怎麼樣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有扣住看到嗎 這邊有一個勾槽 它有勾住 就跟這邊 這邊剛剛扣到上面去的時候 它這邊會有一個勾槽 在這裡 在這裡會有一個勾槽 這個是我捏 我捏一個大盤子 正常來講 是這邊往這裡壓 這邊往這裡壓 然後它就可以往外 向外斑 它就可以取出來 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勾槽 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勾槽 在這裡 在這個勾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其實倒也都是還好啦 因為它 它 我們整個組起來之後 它其實 它就是會是密的 所以 所以其實 不用那麼擔心這個問題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先這樣子好了 整個取下來之後呢 這個就是一個 三艙的一個 內膽 內膽 我們利用這個內膽 我們介紹一下這個艙的 的一個特性 它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呢 會有一個側艙 側艙 側艙 側艙墨水加下去的時候 它是直接通最底下的 也就是說我們一邊加墨水 一邊加上來 這邊油比較塗 所以如果你 一邊加一邊加 然後直接這樣加上去的話 這最頂 不會滿 所以要往前倒 讓墨水往前流 好 那我們一般側艙 是加到什麼程度 一般側艙 所謂的側艙 橫壓艙 這個算是一個出墨艙 墨水是從這邊直接出去的 那這邊呢 一般我們會加加加 然後往前傾斜 然後加到它這邊滿 這邊的話呢 會讓它超過一半以上 大概是在三分之二的地方 你就大概 當它是加到剩下兩格 兩格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這個部分呢 另外一邊這邊有一個 叫做橫壓的通道 這個橫壓的通道是通哪邊 這是一個通氣孔 通氣孔通下去之後呢 通下去之後 它會連接到那個 這一個側艙的頂端 應該是說 通氣孔 通氣孔會連接到那個 主艙 應該是連在中 通氣孔連接到主艙 主艙再連接到這個艙 所以我們加墨水的時候呢 是這邊 加到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然後這邊呢 主艙是全部加滿的 通氣孔 是不需要加墨水的 那我們先來做個 換管線 這個影片最主要是 要教大家換管線 管線的部分 當然就是直接 把舊的管線拔掉 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呢 旁邊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這種 牙條 在固定管線 就只有壓條 這個壓條 它這邊呢 會有兩個圓柱 就這樣壓下去而已 壓條會有波浪 那 舊的管線我們取下來之後呢 我們拿到旁邊去 然後呢 我們取一條 比較長的 管線 把我們要用的這個四色呢 準備好 把它分開 接下來我們得要量長度 長度怎麼量呢 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其實 長度很簡單啦 長度很簡單 你就 四條先全部都拉開 這四條都拉開 然後在這一個位置呢 我們頂到底 在這一個位置 我們拉一個 最這邊的一條 最左邊當然是 彎最裡面 它是一個 一個類似這樣順的 有看到嗎 像我這樣子 這邊是一條 然後第二條呢 就不要拉的那麼多了 拉到這裡就好了 這裡是第二條 然後 然後 這裡是第三條 然後最後一條 是這樣子接上去 然後我們往前跑 先把這一條 給接上 你可以一邊接一邊撿 這一個 部分 把它插進去 如果你覺得用手 很方便 可以找個鉗子 可以找個尖嘴鉗 那記得不要太大力 把那個管子壓爆 鉗一下 把它往內插 然後呢 接下來往第二條的部分 我們這樣子 弄著 平的過來 第二條是這裡 這裡這樣子 固定到這裡來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把它剪斷 我們要弄到剛剛好 就是不要讓它過長 所以呢 過長的部分都要把它剪斷 這裡一樣把它接上去 這種怎麼夾的部分就交不到了 沒辦法隔著影片交這個東西 然後第三條呢 就是這樣 也是一樣 兩個大概的位置 剪斷 你也可以順便把第四條剪起來 第四條 剪起來 全部剪起來之後 再來插 這個影片會 放一個主題叫做 三艙的外置品如何 拆卸 然後做管線的延長 那 會給大家看 等一下我們會把它組裝起來 它其實就是像類似 積木一樣 其實 外殼都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最主要是 在於 這個內膽 然後這個內膽呢 它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這邊是一個薄膜 我們針筒進去加墨水的時候 不要去戳破它旁邊這個膜 戳破了 那就壞掉了 它上面是一個 那個 超聲波的那個薄膜 記得不要那麼壞掉 然後呢我們現在管線接好了 從這邊出來的時候 直接用這個把它這樣 壓下去 固定好 這樣子就 這樣就OK了 你就記得 朝左邊的 朝左邊的就是這邊的最左邊 有沒有 左邊嘛 1234 它是照這樣子排列 1234排列 然後我們再把剛剛的 你看一下你固定的地方是要往哪裡 管線要從這邊出的話呢 就是從這邊傳出去 它兩側 都可以傳出去喔 分一下方向 從這裡這樣子 從這裡這樣子 跑出去 進來這裡之後呢 我們可以去先做一個 扣進去的一個動作 壓進去就好了 為什麼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其實 你的 你的正面上面呢 就算斷了也沒關係 這邊 就算 斷了 它上面會有一個扣 扣在這個頂端 這個扣就算斷了 也不用管它 為什麼呢 因為最主要它是 靠這兩邊 它們有四個扣子 它會去勾住 這兩側 這邊這兩側 有那個凹槽 它會去勾住這兩側 所以呢 那個部分就不是很重要 然後呢 這裡的話呢 我們會建議 底下這一個 先 裝上去 那裝上去 你不用怕會裝錯 因為 你如果 這個方向 裝得進去 如果你反方向的話呢 你就會 沒辦法裝了 就看一下這個位置 這邊有一個洞 如果你這個方向 裝錯了 是進不去的 這個插槽 如果你是裝這樣子 這邊 有一個凸 這邊有一個凹 這樣還可以裝進去 這個方向就是對的 這個只是純粹放上去而已 放上去而已 然後再來把這個 扣子 把它往上扣起來 往內壓就好 這樣把它壓起來 這樣子它就OK了 它是緊的 上面這個 我剛剛說過了 上面斷了沒關係 它是靠這個 這邊這邊 這邊這邊 去勾住內膽 然後呢 接下來是前端的部分 它是有一個這樣子 有一個這樣子的槽 那這邊也有方向性 這邊底下有1 2 3 有圓柱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圓柱 然後當然就是 從這邊由上 這樣子往下扣 放下去 然後其中一端呢 可以先裝進去啦 這邊這一端裝進去 另外這一端呢 你可以 有點彎曲這樣子 往內這樣子裝 這樣子前面就OK了 這樣子 裝起來 最後呢 再把這個 後蓋 前蓋 把這個蓋子 一邊插進去 一邊呢 用手壓進去就好了 向內壓 這一個 這一個其實 可以的話 不要把它弄斷 弄斷很麻煩 弄斷就壞掉了 因為它這個柱子呢 有機會會斷掉 就這邊壓進去就好了 壓進去之後 它就可以這樣子蓋起來 OK 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是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 三艙外製品 那等一下呢 我們下一個 我們還會有下一個影片 三艙如何加墨水的下一個影片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套件 我們是要去改裝 那個955的 零工 這裡它其實是一個側艙 它是一個掛 掛蓋 我們可以把這一端呢 把它黏在機器旁邊 黏上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子 掛著 掛著讓它懸空 有一些機器它比較高 所以我們可能要掛高一點 不能太低 它可能會上不去 這個要經過測試 做到準確的高度 但是一般呢 噴頭如果在這個位置的機器呢 基本上就放水平面就好了 有一些機器是很高的 大概是一張A4的高的 這種噴頭那麼高 那這個車艙放那麼低呢 就不行 我就可能要把它 找 慢慢墊慢慢墊 調整一個準確的 剛剛好的位置 然後 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的那個位置 那這個是 三艙外製品的 一個管線連接的教學 好 剪刀在這裡 感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拜拜 中文字幕——YK